2021年8月5日 星期四晚间 现在是美东时间晚间8点 中港台时间周五早上8点 现在是直播时间 陈破空 中冷天下在线互动 在线问答 欢迎各位光临 首先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也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今天晚上这个节目大概半小时到45分钟 因为之后有另外一个节目要上9点前 所以提前给大家说一声 希望踊跃提问就踊跃放在这里 先给大家报道新闻和新闻评述 东南亚联盟 在台湾发现成东协国家联盟 最近召开了一系列的峰会 东盟十国通常开会的话 都会邀请一些周边的大国参加 叫东盟加3 东盟加6 或者东盟加8 比如说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或者是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 这些周边国家都有列席会议 这次8月5日召开了一个外长峰会 是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在这个峰会上 东南亚国家有多数都是民主国家 加上美国 日本 这些参加的国家是民主国家 所以中共自然在这个会议上就国际文明 人权准则又受到了批判 批评 中共很不服气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发言中提到中国的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在新疆 西藏践踏人权 在香港是阻碍民主和自由的发展 迫害香港人民等等 也呼吁中共是有所改进 日本外相和其他都有类似的呼吁 结果轮到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本身已经发言一轮 结果在美国国务卿和日本外相茂木闽充发言之后 他又接着要发言 这本来是已经很粗鲁 就是违反规则的一个做法 他又要求发言 他又发言 他说裹不出所调 他说各别国家借多边场合对中国的内政进行造谣和抹黑 这就不用说了 他把所有的人权问题都说成是内政 至于抹黑 是他自己抹黑自己 说别人造谣 别的国家都基于事实 接下来他就开始发飙 狂喊 抓狂 他说你们表达关切 关切什么呢 难道是香港的混乱动荡重来吗 要让港独分子再次走上街头吗 说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你们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这些话在中国国内 如果是小粉红 老粉红 自干五毛党 这些新红卫兵 新异货团停了 恐怕是打了一个强行针 吃了一个兴奋剂 但是王毅这一番咆哮了 暴露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英国关系导致 只说结果不说原因 他说好像人家关切的不是民主人权 是关切的香港的混乱 香港的人民走上街头 但他一路说成是港独分子 跟人家口帽子 香港的民众700万都成了港独分子 英国倒置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这个结果只描述 不描述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中共阻挠香港的双普选 如果不是因为中共破坏基本法 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 如果不是中共搞跨境绑架 绑架书商 绑架商人 绝对不会导致香港人的上街抗争 忍物扣人 到了最后的关头 为争取双普选 保障香港的自由和法治 然后最后中共通过大瘟疫 使香港长达半年的抗争 退下去 后来又通过港版国安法 国家恐怖主义狂妄地镇压香港人 追杀香港民主派 有因有果 非常清楚过程 但是王毅只谈结果 香港民众的抗争 似乎香港人民的抗争似乎没有原因 而中共的镇压似乎有理 这就跟一个山村 长期式的土匪和黑社会的要挟 霸占 侵扰 经常来掃取财物 盗窃 或者是抢劫 或者是直接的掃取 但有一回村民反抗了 打退了这些山匪或者是黑社会 然后黑社会成为村民输税的时候 又进一步去欺压村民 血洗山村 最后如果有外人谴责这些黑社会或者是山匪 这个山匪黑社会理智气壮地去警告对方 说你们关切什么 你们想关切山村的村民重新作乱来攻击我们 或者你们关切的时候 这些村民重新来殴打我们的人 现在我们控制了局面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中共就整个摆出一副黑社会 土匪 山匪的形象 而且王毅并不是不知道香港发生这些事情是什么原因 也并不是不知道美国 日本和其他国家所关切的中国国内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香港也好 新建也好 台湾 西藏也好 都是人权问题 是民主自由问题 关切的是少数民族的权益 是香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 天赋人权 这是联合国宪章所保护的 中共是顾左右而言他 大声咆哮 而王毅 原来我说过他是鸽派 后来在习近平逼死下变成鹰派 然后做战狼的表演 上次在阿拉斯加跟杨洁篪一起表演 最后又在东盟的峰会上做一个战狼戏的表演 因为他快退休了 69岁 明年二十大一开 一换届 他就退休 养老了 实际上他咆哮的是什么意思 他咆哮了真实的意思就是 你们以为要让香港人民当家做主吗 成为当地的主人吗 实现民主双铺学吗 你们以为能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 手上有选票 就像你们美国人民手上有选票 成为国家的主人吗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 我们共产党一党专政 一手遮天 我们是独裁政权 把中国人民压在地上 把香港人民也压在地上 这是他喊话的争议 全世界都听得懂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也在喊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 我王毅要退休了 我要受到特殊待遇 我是退休离休 我有专家意料组 专机专列 有专门的司机 主司 专门的护理 我要安度晚年 你想给我生活添乱吗 想让我不能安年吗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王毅和其他中共高官一样 准备退休 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 特辑待遇的生活 享受特权 如果中国人民有选票当家做主 如果香港人民实现双普选当家做主 这还得了 况且香港是我们中共权贵的洗钱中心 如果香港人民成了当家做主 我们的洗钱中心有保障 我们高官怎么在那里的贪腐 所以美国 日本和东盟国家 其他任何民主国家 你们死了那条心吧 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 也就是说我们中共可以控制中国 可以控制香港 我们可以继续的愚肉百姓 就跟习近平 王滬宁所讲的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而中共的口号是打江山做江山 就是打人民骑在人民头上 作为作福 作为作福 这就是王毅的全部的潜台词 不过当然 王毅这次又把战狼表演来翻 又给中国抹黑 给中华民族丢脸 但是给中共争光 而他的表演表演给习近平看 表演给国内的异货团小粉红 红卫兵 老粉红这些看 这个表演之后在国内受到一些廉价的掌声 然后他可以享受他的退休待遇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东京奥运会 两岸之争 一旦有台湾得了金牌 得了银牌 中共的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就出征 现在一个事情就是小S 台湾的演员 他原名叫徐熙帝 姐姐叫徐熙圆 徐熙帝 大S 小S 两个电影远言 这个小S一直被称为是亲中的 是统派的 在中国有很多的厂家代理 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也都跟他抬轿子了 这次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 看到台湾的羽毛球队打得很好 男双得了金牌 女子弹打得了银牌 他很高兴 所以跟他先生商量 要请这些国首到家里吃饭 他要去祝贺这些国首 结果大陆那边炸锅了 小粉红 老粉红 五毛党 自敢一窝蜂的上 说是出征 小S 然后说原来你是台独 原来你是两面人 然后又说我们给了你那么多支持 你在大陆赚了那么多钱 如何如何 一顿的骂洗版 到人家的社交媒体去洗版 痛骂 以至于小S还不得不出来吊态 说我不是台独 希望大家都过得好 平安健康 也没有多说话 这件事情都在炒作 以为是什么统独之争 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这里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因为上次我讲的中央电视台因为台湾男子羽毛球夺金 就是中段播出 中段转播得奖的过程 我当时就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潜意识 这次小粉红 老粉红 自干五母党 中国网民有同样的潜意识 就是台独意识 台湾独立意识 在中央电视台和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的心目中 他们认为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根深蒂固 他们不仅不把台湾称为中华民国 而且称为台湾很自然的 就是台湾多数人主流的想法 另外他们也知道去台湾要有护照 台湾在中国也要有护照 签证等等 另外小粉红 老粉红意识地把台湾当成另外一个国家 因为如果他们把台湾真的当成中国的一部分 像中共所宣传的那样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台湾运动得了金牌和银炮 他们应该跟着庆祝 跟着欢呼 跟着喊国首 中国的国首 也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要跟着庆祝 中央电视台没有理由中段直播 你应该跟着庆祝才对 小粉红 老粉红应该大肆赞才对 当小S说我要请国首到家里吃饭 我要去表扬国首迎接国首的时候 你应该是欢呼 小S万岁 小S万岁 我们的国首加油 或者说 当台湾的运动员得了金牌 得了银牌 中共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应该欢呼 欢呼我国又得了金牌 得了银牌了 这本来才是符合中共的宣传 也符合统派的心态 但是相反 他们一听到台湾得了金牌 银牌 心里不舒服 就开始痛骂 如果台湾的艺人给台湾的运动员站台 他们也痛骂 中央电视台停止转播 这一切都证明他们的潜意识 是台独意识 他们从骨子里认定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海峡两岸一边一国 是特殊的国家挖居延安的时候 就发表声明 公开的说 我们支持台湾独立 我们中国共产党支持台湾人民 坚持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国家 坚决反对国民政府 国民党对台湾的什么占领等等 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完全支持台湾独立 这是毛泽东的宣誓 所以前段时间 当中共说给台独要立一个战犯名单的时候 台湾的政要就是千万不要少了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台独分子 支持台湾独立 其实现在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 五毛党 自干部 全部都是这个形态 就是台湾独立的形态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启哄 乱喊 乱叫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暂时讲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些什么提问 现在是8点11分 这位朋友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觉得小S的话没有问题 台湾是属于中国 小S说的国就没有问题 除非你不认同台湾是中国的 所以所有的小粉红 老粉红 自干五毛党都不认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台湾是独立国家 认为小S是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国手驻威 同样的 中央电视台也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所以这种台独意识 根深蒂固 你就不要怪别人 当然 台湾的人们有它的自主权 他们的主流民意识是台湾独立 这符合联合国的宪章 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里有人说 破空如何看待中国奥运会金牌第一 小粉红认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 暂时情况下中国金牌第一 这不奇怪 这是第一人口大国 你金牌第一又是举国体制 把所有的资金 人力 物力 财力都砸在运动员身上举国体制 但是像民主国家 美国 日本 他们这些运动员是业余的 没有举国体制 像美国的运动员 平时就是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 他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到了奥运会要出征了 他们临时报名集中起来 去短暂的集训 短暂的组织就出征 所以在美国 如果一个运动员说 像美国的铁超链 或者是长跑短跑的运动员 说我累了 我不太想去出征 或者说我不想这一次增奖派 让美国人民非常体谅 没有任何人骂 但是在中国那边 如果一个运动员说我累了 我退下来 结果被骂得一塌糊涂 洗板的骂 骂得焦头烂额 而且这次还出现一个情景 就是美国跟中国运动员的情景 就是当中国的运动员得了金牌或者银牌的时候 美国运动员都是祝贺中国运动员 非常热情的 一种特有的美国人 我就看到一个美国黑人运动员 一个女运动员 非常热情地祝贺中国运动员 这就是美国的风度 中共那边绝对没有这个情况 胡锡进这次又开始亲美了 突然战场美国 说美国运动员祝贺中国运动员 很感人 然后说美国运动员很可爱 美国人很可爱 他专门嫁了一个美国人很可爱 结果恐怕要被小粉红 老粉红出征了 又说他是亲美了 是两面人 是外国人的汉奸了 实际上刚才说的小S是两面人 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搞错了 小S不是两面人 是两面不讨好 在台湾 他是统派 亲中亲共 结果被台湾人民所不喜欢 所批评 但是在小粉红 老粉红面前 又说他在为台湾的国手加油 又是台独 说他两头不是人 所以一个人要是交踩两只船 就很容易掉在水中间 叫两头不是人 现在美国运动员的这种大度其实很自然 没有任何的背景因素 就跟美国运动员是业余的一样 中国运动员不仅是国家的 甚至是共产党的 甚至要带毛组 像张来领奖的这些人 相比之下 两个大国 美国的3亿人口 中国的14亿人口 相比之下 金牌总数跟人口比例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而双方的胸怀完全不成比例 都是大国 号称第二个经济强国 号称第一个人口大国的 心胸狭隘 小毒机场 牙齿必报 而美国第一强国 民主大国 心胸是如此的宽广 所以大家可以去鉴定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专制 什么叫真正的大国 什么叫真正的气度 现在是8点14分 来看看大家有哪些提问 奥运会金牌师傅代表中国已经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得金牌第一并不是第一次 大概在几年前 比如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 金牌就是第一 这是什么奇怪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金牌总数绝不代表什么国家就是世界第一强国 只能说你的举国体制通天涯式的方式 有的中国运动员很辛苦 从小到大一辈子就是被强迫训练 像有一个举重运动员 德国金牌 他告别生涯之后 后来他输了一次 被中国那边的小粉红老婆骂得臭头 结果他后来退役之后 生活非常的困难 政府国家没跟他什么帮助 举国体制 你结束了就结束了 你过去一生都是政府包 你输了 政府就当你是器物 他就去餐馆打工 过得非常的艰辛 艰辛他说倒不怕 他最怕的是什么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就没过过正常的生活 小时候就是一种超复合的集训 扭曲人性的集训 他这种不正常的生活 给他一生带来了阴影 更不用说没有得到金牌之后就被人痛骂 这种悲惨的警态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绝对不会出现 所以有人味的国家 有人性的国家就是不一样 没有人味的国家 没有人性的国家 没有人到人权的国家 运动员最后也是没有人权 今天的运动员很高兴 对毛泽东像章领奖 或者是超国 但是明天可能就结局7两 促进7两 这里还有一个说 西方国家很多政府并不关心奖牌多少 追求奖牌只是运动员 个人 没错 运动员觉得是一个个人的成就 当然政府会觉得是一个荣耀 但也不至于像中共那样抓狂 像中共 苏联 纳粹 德国 或者以前的社会主义的东德都非常的抓狂 东欧国家 共产时期都很抓狂 用举国体制去砸金牌 把中国人民的老百姓的血汗钱都拿来去砸金牌 就是为了争取一个虚荣 表面上是一个荣誉实际上 表面上是国家荣誉 恐怕是国家支持 这里有人说了 如果说广东人支持广东运动员是不是就是广独 所以这个逻辑是很简单 如果有一个广东的艺人说 广东运动员获得了金牌或者银牌 我要请国手 结果这些小粉红出征了 要骂他是广独了 所以这个逻辑非常荒唐 我们再看看 这里有人说 国力和金牌挂钩的最好去复习一下东德历史 不光是东德 很多东欧当时的很多东欧国家 包括匈亚利亚 杰克斯罗法库 还有前苏联的这些国家为了拼奖牌 拼成什么样子 兴奋剂 私底下的吸毒 打针等等 手段都用上了 男扮女装等等 都用上了 就是为了夺取金牌 扭曲人性 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的国家都如此 中国也如此 据说中国在最早要提升体育的时候 就请了东德的人来当教练 他们的第一课就是怎么偷偷服用兴奋剂 他们学的第一课 就是东德的教练教他们 怎么去服用兴奋剂 而不被发现 这就是他们成绩的由来 所以中国的运动员在历史上撒了很多的丑闻 这一回撒不了丑闻 有没有后续的丑闻 都还是个未知数 这里说 老胡虽然坏 但是比小粉红好多了 当然老胡这个人是胡左胡右 这是两面人 或者两面人不讨好 一会是反美的机先锋 被小粉红 老粉红占 一会他又在占美国 又被小粉红 老粉红骂 说他是汉奸卖国贼 所以左右不讨好的人总是这么一回事 弄了几十年的国足 连越南都搞不过 想起来是个笑话 对 中国的国足 国家足球队砸了多少的钱 砸了多少的银子 还学习西方搞什么俱乐部制 搞什么联赛 结果后来在中国这种腐败制度下 腐败国家气盆下 影响下 后来的联赛 后来的俱乐部制搞成什么样子 打假球 打假球 或者是吹假哨 吹黑哨 打球是为了表面上有一个钱 但是四点还有人给钱 如果有某个队 某个队 辽宁队 广东队 如果说你不是纯粹打球 如果你输了的话 背后有黑钱给你 更多的钱 所以有了人打假球 打假球 宁愿输 甚至有裁判吹黑哨 乱吹 疑团的腐败 漆黑的腐败 跟中国官场的腐败一模一样 这种足球上得去吗 根本上不去 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国以前的国主前锋 浩海东 现在已经成了政治反对派 公开的对中共叫板 这是中国运动员中 国主球员中难得的觉醒者 也算是一个真正的好汉 这里有人说美国当然要花钱 但是不像中共那么花钱 中国是举国体制 倾国之力去花这个钱 美国也就是正常的开销而已 正常的 无数的预算 无数的开销中的一点 也就是为了奥运会 平时并得有多少的开销 因为平时美国基本上是美国的才华 人才 或者美国的财富都在民间 存在民间 政府都很少去管 不管是工厂 科技 创新 还是运动 这些文艺都在民间 所以这些运动员也是民间机构的赞助 才在做训练 做运动 做比赛 美国的NBA这些联赛都是私人机构 民间机构在运行 并不是政府机构在运行 大家这一点 基本知识要有这一点要搞清楚 这里有人说 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的殖民地 没错 现在香港人感觉的更明确了 走了英国的殖民地 来了一个共产党 把香港变成殖民地 这里有人问 请问陈老师怎么看待中国运动员佩戴毛泽东的像章 我想我前两天的节目中已经讲到了 希望回头看我前两天的直播节目 我觉得今天就不重复 关于中国人口 有人说八亿 对 可能是中共人口下降之后没有报增数 所以有人说实际人口恐怕只有8亿 因为每个省都在下降 不增反减 甚至是东北一些省以20% 30%的人口每年递减 有些省是10%在递减 所以递减的总和 有可能中国人数早就下降到10以下 8亿 这里有人说 两面人就是两面不讨好 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是这样 马来西亚的华人很爱中国 但是中国人却不喜欢他们 没错 因为中国人很势利 如果马来西亚像美国这么强 像日本那么富 那他可能就喜欢他了 他觉得马来西亚恐怕是个发展中国家 也就一般 实际上他的平均收入比中国高 平均产值也比中国高 但是中国人有理由瞧不起 因为中国人动不动就比什么钱 还甚至讲脏话 骂人家是穷什么 后面打个叉叉 不好意思 说了一个话 ABC中一个字母穷什么 是中国人骂人家的一个通用词 这里有人说 拮据气量 很多运动员最后看不起病 讲的是中国运动员 没错 中国运动员那些得金牌的 得银牌的 如果把他们的这些故事汇荣起 那就是一个悲剧 更不如说原来文革的时候 原来中国的乒乓球说是国球 乒乓球有几个运动员 都是非常洁度的 从广东省出来的 有的是贵国华侨 有的是从香港回到大陆 代表中国顿 但是前几届的冠军都被迫害致死 后来有个冠军叫庄泽洞 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赏识 结果因为加入了四人帮这个政治团体 后来划个风 发动宫廷政变 打倒四人帮 逮捕四人帮之后 把这个庄泽洞也给关起来 所以中国的这些运动员 得金牌的人 结局很惨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 都是很惨 在民主国家这些运动员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即便政治上有选项 美国的运动员说你是支持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政治上有选项都不要紧 绝对不至于落得一个伸手益处 或者是身陷淋雨的下策 谈得上 我看看 这里有人说 台湾艺人明星会不会觉醒 我想如果稍微有一点基本常识的人应该觉醒 这个小S应该觉醒 长年的亲共亲中换了什么结果 你在台湾却号称你是统派 也不过就是在中国那边想取的一些厂家的代理 多赚点银子 据说这一回被小粉红出征之后 他顿时就损失了700多万人民币 就是代理费没了 一些厂家取消了你 他代理费没有了 所以很沮丧 如果是拿钱来鉴定人生 那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表面上裁员广进 事实上精神上输的是一干二净 小S 尽管你这个S扭来扭去 大S小S的代号是因为身体曲线来的 身体扭来扭去 最后恐怕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赏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这里有人说ROC好像也拿了不少金牌 好像ROC就是Republic China就是台湾 正式国名叫中华民国 我现在还没有具体去看 但是我看了一些消息显示 台湾这次得的金牌奖牌非常厉害 好像是处于前五名 金牌可能得到16枚 包括不光是远望球 还有举重 还有设计等其他项目 基建等等 如果中国是30多美金 比如34枚金牌 台湾就是16枚金牌 与人口比例是多少 中国人口号称十几亿 台湾是2千多万 2千3百万 那人口的比例差距有多大 差距是多大 大家算一算 10倍再乘个5 50倍的差距 50倍以上的人口差距 人家的奖牌数字接近你的一半 所以中国人口大国实在不只能炫耀有多少奖牌或者是金牌 这次值得一提到是 台湾的羽毛球队夺金夺赢之后 台湾那边是隆重的伴飞 除了有国航载他们回台湾之外 还有四架战机升空伴飞 台湾的空军开出了四架 幻象2千 就是法国进口的战机2千 伴飞给了隆重的领域回到台湾 在台湾那边受到盛大的欢迎 这是台湾运动员的荣耀 我看8亿人是日本通过食言量计算出来的 大体不会错 有可能 日本有很多种计算方法 能把中国的情况摸得很透 然后日本的新系的程度 曾经算出 比如说原来有个中国毛泽东时代 塑造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大庆塑了一个工人的模范 叫做王晋喜 大概叫做王晋喜 王晋喜说是工人的模范 叫大家号召向王晋喜学习 结果还有王晋喜的照片站在这个赚景平台 但是当时日本科技界 日本的研究界就通过王晋喜这张照片 测算出中国的赚景平台有直径 深度 赚景的油量 有多少额量的赚景 所以就算出大庆油田 能够产油多少 最后算得差不多 就跟中国的实际情况差不多 所以就一张相片 把油田铲子什么都算成 当时的中共是大吃一惊 觉得在日本面前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这里有人说 金牌和多少和人民有关系吗 问问郑州居民 没错 就在奥运会期间 或者是奥运会前夕 荷兰大水 郑州人祸 郑州人民是多么的苦难 现在官方只公布了302人 说是50人失踪 实际数字应该远大于这个数字 金广隧道的悲剧 地铁5号线的悲剧还没有完 多少的晕魂 国家得了这么多金牌 究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里还有人说 金牌多少跟国民身体素质毫无相关 的确是这样 有一个球叫做棒球 棒球在美国是很流行的 美国是非常喜欢看棒球的 由于战后 日本受美国的占领和美国的影响 一段时间是占领 棒球在日本也流行起来 另外 棒球在台湾也流行 也就是说在美国 日本棒球是一个民间活动 不只是一个体育项目 就是非常普及的 但是中国那里并没有棒球的普及 但是中国就靠国家体制建立了棒球队 后来这个棒球队居然可以去打败台湾 是不是中国的棒球很强 那是举国体制的结果 是不是中国的棒球很流行 一点都不流行 中国人连棒球的规则都不知道 连棒球都看不懂 居然说有一个棒球队打赢了 让人非常吃惊 这就可以看出体育运动项目在中国跟人民毫无关系 跟人民之间的爱好都无关系 至今有几个中国人看得懂棒球 除非是到了美国的华人 或者是台湾 日本生活的这些华人 中国人恐怕能看得懂棒球 有的提问提到很远 提到一些别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看有些什么相关的事情 大家看来集中都提了 本来我今天的封面照放的是王毅 但是不知道怎么老是不显示 最后就放了一个小S的照 大家都提到这个运动会 大家把王毅都给忘了 王毅这个咆哮 这个战狼都给忘了 没关系 这里有人说 共产党政权合法吗 凭什么要解放台湾 共产党说的都是反话 他说的解放就是奴役的意思 原来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就号称解放 把自己的军队叫解放军 实际上就是奴役 奴役中国人民 所以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辛亥革命 本来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 民主共和国 后来经过共产党的复辟 成了亚洲最深重的专制国家 专制的程度 愚昧的程度 黑暗的程度 恐怕跟北朝鲜有了一拼 被称为西朝鲜 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他的意思是解放台湾就是要奴役台湾 不仅要奴役中国 还要奴役香港 奴役台湾 奴役更多的周边国家 甚至是红旗插遍全世界 奴役奴役整个地球 让共产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奴隶组界层 这就是共产党的潜台词 我们再看看一些 对 本来运动是个人爱好 有的运动员诞生了 就是个人爱好 就是加拿大的一位中国的妻婴 中国的妻婴到了加拿大被一对夫妻收养 收养之后偶然发现他的游泳天赋 因为他搬家的家里有个游泳池 他收养了两个中国女孩在一起长大 快乐地成长 为了有个游泳池 这个小孩很小 怕吊到游泳池里出事 就为了安全起见 妈妈就教这两个中国妻婴 两个领养的孩子游泳 游泳的过程中 惊讶的就发现麦克纳尼 大一点的女孩有游泳的天赋 所以就培养她游泳 都是这个家族在培养 根本不是什么加拿大国家政府在培养 就是这个家庭在培养她游泳 送她去参加游泳课 学游泳课 经常去在游泳馆外等她 长大之后就成了加拿大的游泳顶级好手 这次东京奥运会得到冠军 但是是中国的气音 却是加拿大的宝贝 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 再看看相关的节目 这里有人说 日本人果然是王华之心不死 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也听不懂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语言 居然现在还在用 这些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多少关系吧 这种老餐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是一般的级别 恐怕要达到一流才能够达到那么多老餐 这里谢谢麦克吴先生赞助 祝你周末愉快 周末开心 欢迎光临 有人说RO是俄罗斯Russia 是不是 我得去查一下 查一下这个简称 我再看看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看看 这里有人说 维吾尔西藏不说汉语 不是中国 这些有些小粉红 老粉红 自干五毛党在罵 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 骂真正的爱国人士 有句话就是 你是怎么不用中文 你是在说中文 怎么骂自己的国家 他把骂中共当成骂国家 其实正因为我们在说中文 我们才要批评中共 因为中共不仅践踏中国 践踏中文 而且践踏中国的民主文化 所以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有时候在骂 骂错了 他们应该指责共产党 说你们是所谓的中国人的统治者 统治集权 你们怎么使用中文 你们是俄罗斯的外来政权 是外国输入的 白俄 为什么你们用中文 应该问了对象都搞错了 按照这个逻辑 刚才网友就提出 维吾尔西藏不讲汉语 不讲中文 实际上就承认人家是外国人 所以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的逻辑往往是路线 这次对待小S的态度就证明了 有台独意识的 台湾独立意识的 恐怕还不是小S 就是中国大陆的小粉红 老粉红 中央电视台 这些人有台独意识 会说更具有台独意识 这里有人说台湾棒球排名目前几分 世界第二 祝贺 谢谢提供这个消息 不是台湾的叫法 台湾奥运球队的叫法 叫中华台北的叫法 是奥运会的叫法 这不是台湾的叫法 记住是台湾奥运会代表团的叫法 奥运会代表团的叫法 这里有人说没有什么战狼 那只是疯狗 大概是讲王毅 讲王毅 有人说王毅现在在哪里 王毅在国内 他开会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开会 所以他由于在国内在北京开会 他更要正表现 他如果不练了表现的话 他不仅乌沙帽不保 如果说家庭有贪腐的情势 都会受到清算 所以现在由于体制未改 官员普遍贪腐 所以习近平很简单 用一个选择性反腐就可以制约这些官员 你要不学战狼之教 或者按照网民说的不绝疯狗之肺 那就可能受到清算 甚至退休这两日子都过不安分 现在的时间是8点37 我再看看大家有些什么 这里人说 日本人现在早就不爱国了 日本人当然有不同的观点 日本在战后是和平国家 左派的思想非常盛行 左派和平的思想几乎就没有什么民主主义 他们主要是对日本过去二战中的一些行为的反思 日本的右派或者右翼或者执政的自民党 还有一些爱国的 按照民族主义或者爱国的一些情怀 但是实际上在日本的大学 学术几个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的左倾 所以普遍左倾就是更为国际化 就是更缺少民族主义 按照有的人的定义叫不爱国 但是他也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 甚至可能是主流 这里有人说 中国大陆1949-197不被联合国承认 是不是非法的 他当时是非法的 而他最多就是窃取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大陆部分窃取的一个非法政权而已 有人说昊海东 前中国的国足球员前锋昊海东 说投奔随随随什么情况 昊海东归昊海东 其他部分归其他部分 这要区别而论 我认为昊海东本人是有很好的素质 很好的良心 有很好的素养 而且他的觉悟在了反共阵营这一边 应该是处于他的真诚 觉悟 处于他的觉醒 这对中国的足球运动员是带了一个好头 值得赞赏 这里有人说 奖排越多 国际上更反感中国 不过这次冬金奥运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如果中国得奖 小粉红 老粉红就欢呼 但是中国一旦没得奖 失败了 就说人家裁判偏心 就说世界上不愿意看到中国得奖 甚至中共的一些媒体也都这么散步 好像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中国夺金 中国夺奖 有没有这回事 不得而知 显然是他们自己的心理在作祟 不过现在习近平把中国折腾成这个样子 四面楚国八面受敌 那都有可能在心理上 国际社会并不欢迎中共 中国 共产党为标志的中国 多什么奖派 就跟当年的东德 当年的苏联 当年的捷克或者匈牙利一样 共产党国家奖派累累 最后证明的是造假 兴奋剂 各种各样的丑闻 还有举国体制背后的那种巨大的悲剧 运动员的悲歌 在共产党国家运动员是一个悲歌 我再看看 看看有哪些相关的问题 这里有很多人在说RO指的是俄罗斯 有可能 我说了不太清楚 要去鉴定一下 这没关系 说是被小粉红钓鱼了 也谈不上 我们在做节目中 总是一个自然的来去 对一些国民是要查证一下 这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有两枚金牌 两枚金牌也很了不起 至少举重有一枚 羽毛球有一枚 而羽毛球本来是中国号称是独霸 像羽毛球跟乒乓球一样 都是独霸 要囊括全部 是自己的强项 结果羽毛球的蓝双输给了台湾 而且中共自称是羽毛球双塔倒下了 乒乓球号称要包囊括五金 结果蓝绿混合双打输给了日本 输给日本之后 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就出征了 到处去出征了 去洗版人家的社交媒体 给人的感觉是输不起一个大国 没有大国的穷怀 一个大国 这些小粉红 老粉红 这些球迷展现的是大国巨婴 这就是国际形象 共产党国家培养出来的怪胎 就是中国的老粉红 小粉红 自干五毛党 这里有说 金牌才发20万人民币 真够小气的 国内发多少简金 我还不清楚 不过跟现在的时代相比20万的确太少了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 或者说更早的改革开放初期 运动员发20万 还说得上算是一个数字 现在的情况 恐怕有些党员官员吃几餐饭都不够 一些贪官污吏 20万的确是太小气了 人家是拼搏了一辈子 拼得差不多老命都打上了 这里有人说 很少人意识到大一统才是最大的错 我们且不说大一统在给中国造成多少灾难 从秦始皇到现在 就说这个独自 我说过 台独也好 江独也好 藏独也好 港独也好 并不可怕 那是独立 也就是人民的一个追求 一个政治诉求 追求独立还是追求统一 也就是政治主张 但是最可怕的是共独 共产党独裁 因为一旦共产党独裁 他不让别人有政治主张 只让自己有政治主张 不让别人说话 只让自己说话 那是最可怕的 但是你台独也好 港独也好 江独也好 藏独也好 主张独立是他的诉求 他并不去说不准人家有别的诉求 像台湾有统派 有独派 相安无事 还有两大政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分别代表了独派和统派 相安无事 平等竞争 在多元化社会情况下 统派说统派的话 有统派的电视台 独派说独派的话 有独派的电视台 在中国只有一个声音 就是共产党的声音 党媒党报 不仅有一个声音 还嫌不够 还要一切都信党 最后还要一切都信习 所以最可怕的不是台独 最可怕的是共独 五独齐全 五独不如一独 共独 共产党独裁最可怕 现在8点43分 差不多 我可能今天要收档 因为接下来要去做另外一个节目 我可能要跟大家说一声 所以说有制衡才有风险 有制衡才有平衡 独裁最可怕 大家的观点都差不多 这个是说要把小粉红永远留在国内 当然这个大家是个笑话了 小粉红也有出国的自由 只不过小粉红 老粉红竟然出国的自由都被共产党习政权所剥夺了 停发护照 以疫情为由 里面的出不来 外面的进不去 进不去 重新出现了钱中书先生笔下的围城效应 这是整体中国人的悲哀 也包括小粉红 老粉红在内 都是大家的悲哀 说自己的权力在哪里 自己能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 手上有没有选票 这才是小粉红 老粉红 和所有中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光临 也谢谢大家的高见 祝各位周末愉快 再见 这是工作专门的一条 Great Same